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专业舞团成员 舞蹈水平很高 音乐导师加舞蹈导师的搭配 让这档节目的质量被提高了不少 眼看着马上就要正式开播了 在2月7日节目 风游李雨春公布了本季的两大原则 当天李雨春身穿粉白格子外套走上舞台 宣布了这一季训练升比赛全开脉和只保留ABC三个等级 这两个新的原则引起了大家的很多议论 像全开脉这个对练习生来说就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即使在韩国专业训练多年的男团女团中 也有一些擅长舞蹈不擅长唱歌的为了舞台效果更好 一般都是让擅长唱歌的成员担任主唱 这样呈现出来的舞蹈更专业 歌声也更稳定 在以往的练习生比赛中 或多或少的也会有部分开脉的情况 在这样的新赛之下 一个练习生想要获得高的等级评分 只能是专心训练唱歌水平 让舞蹈和唱歌都做好 这样才能有出道的机会 同时这种赛事之下 也可以避免滥鱼冲住的情况发生 并不是一起站在台上张张嘴就可以 效果怎样更容易评判了 至于说只保留ABC三个等级 应该也是为了筛选更合适的成员 要求更严格 不是真的有水平 很容易被淘汰 综合来看这两个规则 是提升了练习生比赛的难度 一个是要求了唱功 一个是淘汰 更为严格 对于观众来说 这样的比赛要求 会提升节目的质量 避免有训练 生在节目中滑水凑数 这样一来 最后能够出道的成员水平 也会更高 艺人的事业发展 也会更好一些 对于这两个改变的原则 网友们也是非常喜欢 并且支持的 特别想看真实的表演 就等着训练生们 接招了 对此 有网友开玩笑说 修音师 是连夜走的 买的站票 同时也有网友 比较担心 选秀的要求 就这么低吗 全开卖 竟然已经成为了高要求 或许这应该只是 一个起码的标准 如果连开卖 都需要导师来要求 那么这些人 也应该放弃 自己的明星梦 相对于以前的老歌唱家 艺术家来说 确实现在对艺人的要求 越来越低了 唱歌可以不开卖 背不过台词 可以有提词器 这使得艺人这个职业 越来越没有挑战性 轻你三肯将这个要求提上来 也是一次突破 如果以后能够一直这样 严格下去就更好了 大家觉得全开卖 对于练习生来说是高要求吗 点击关注 找我的时候 不会迷路哦 免责声明 以上内容 纯属个人观点 仅供阅读参考 如有涉及到侵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